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圣道我们感谢你 真是要赞美你 每一天早上 在这个属灵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我们跪到在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 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神啊我们求圣灵降下 充满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真的是一心一意的体会 圣经经文的美妙 让我们亲眼看见两千多年以前 在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让我们深刻的体会 圣经的经文 在福音的正道上 它是多么的重要 感谢神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数算你的恩的 你的恩赐 神啊 你在我们身上 真的是 我们满有感谢 我们要数算主恩 我们怎么数算也数算不完 我们人生的 这一生的境遇里面 有神与我们同伴 真是我们属灵里面 最大的恩赐 感谢神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都 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神 与我们同在 也求神让我们专心一致的 好好来学习 我们若有弟兄姐妹还在来的路上 求神引领他们 来到我们中间 与我们一起来学习 圣经的正道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考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一卷书 叫做The Book of Job Job是一个人的名字 中文叫做约伯 约伯记 这个约伯呢 他是一个在神眼中视为是义人 他是一个所有的行为 无可指责的这么一个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么这一卷经书里面 大概有42章 42章里面呢 就充分的让我们了解到 作为一个义人的不容易 作为一个义人 他内心的感受 他也是有征战的 因为他是完全的一个人 在人性的里面 他内心的征战是多么的大 让我们特别特别深刻的感受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讲的是27节 27节 这个20章整个是他的朋友 在劝告约伯 因为他这个时候 着手很大的苦难 他的朋友说 The heavens will expose his guilt 我们昨天解释过这个 guilt跟sin 不同的地方 所以天都要显露出来 他的罪性 他的罪孽 guilt The earth will rise up against him 连全地 the earth 值得我们的地上 整个地上呢 都要兴起 rise up 是升起来 兴起的意思 要兴起来 要against him 来对付他 好我们来看28节 a flood flood是这个洪水 洪水 will carry off his house carry off 把他的房子完全的给带走 我们上次讲过 凡是有一个off 就是把什么那个动作 做到极限 吃光光 用光光 搬光光 或者是杀光光 不管怎么样 有一个off 就是要把那个动作 做到极致 carry off his house 就是说 这个洪水 要把他的房子 整个给搬走 整个给带走 rushing waters on the day of God's wrath on the day of God's wrath God's wrath 是指神的怒气 the day of 就在那一天 就在神的怒气 发怒的那一天里面 他的有很快的速度 rushing waters rushing waters 指的是那个 很快速来的那个大水 你看那些大水 这个水呢 因为水流 等于像奔腾的水流一样 奔腾的水流 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叫rushing waters and the day of God's wrath 所以在那一天 奔腾的水流 从各个方面 很快速的过来 好 就在神 发怒的那一天 such is the fate 这个就是 fade 就是 这个就是他的命运 这就是他 他应得的 他的命运 就是这样 God alots the wicked 这就是神 OK alots 这个alots呢 指的是说 神 分配给他的 给 分 神定给这些 恶人的命运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 神定给这些 恶人的命运 the heritage appointed for them by God 这是由神 by God 是由神 来特别 指定给他们的 这个产业 heritage 这个就是他们 应得的 神指定 让他们得的 就是这样的 产业 OK 好 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 第21章 所以 一章 是他朋友说的 下一章 就该约伯回答了 约伯也有 也有抗辩 他有 他的发表 他的意见 So Job Chapter 21 Verse 1 Then Job reply 然后呢 Job就要回答他了 回应他说 Listen carefully to my words My words 是我所说的话 你小心哈 你注意的听 听我 仔细的听 听好了 听我所说的话 Let this be the consolation 让这个呢 就作为 OK 我现在要讲的话 你们一定要 很仔细的听 让这个呢 就作为 The consolation You give me 作为 你给我的 这种安慰 就把它当成 你给我的安慰吧 Bear with me Bear with me 就是要容忍我 有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讲 我现在 刚 这个 刚吃饱饭 我这个思路 比较 比较慢一点 或者我讲话 比较迟缓一点 你容忍一下我 宽容我 Bear with me 原谅我 宽容我 容忍我 While I speak 当我讲话的时候呢 你们宽容一点 包含一点 After I have spoken Mock on OK 我现在讲话的时候 你们宽容一点 意思就是 我现在要讲话了 你们呢 暂停 先不要讲了 等我讲完了以后 After I have spoken 等我讲完了以后 Mock on 你们可以再继续的 Mock 就是在那里 嘲笑 耻笑吧 Mock on 然后你们就再继续 嘲笑吧 现在我要讲话 你们先安静一下 Is my complaint directly to men OK 我现在 My complaint 这些我的抱怨 我的抱怨是直接 directly to men 是直接向 人申诉吗 我现在抱怨的事情 是不是有关于 人的事情 向人申诉了吗 Why should I not be impatient impatient 就是很没有耐心 为什么我这个 一点都没有耐心呢 OK 我不是很有耐心呢 难道我现在 请愫的对象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 这些抱怨 是跟人在抱怨吗 其实不是的 那抱怨的是神 是吧 Look at me 你们看着我 And be astonished OK 你们呢 就惊讶吧 就惊奇惊讶 OK 这个就是指说 你们一定会 非常的惊讶 你们就惊讶吧 震惊吧 你们看着我 你们就惊讶吧 Clap your hand Clap your hand Over Clap over 就是 Clap通常是 把手一拍 Over your mouth 就盖住你的嘴巴 你用手就盖住 捂住你的嘴巴吧 你人惊讶的时候 通常都会做这个动作 是吧 用手就盖住嘴 哇 很惊讶 两个眼睛圆征 When I think about this 当我每次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I'm terrified 我非常惊慌 Trambling Trambling Trambling是浑身发抖 战战兢兢兢的那个样子 Seize my body Trambling Seizes my body 那个发抖 就整个控制了我的全身 意思 我的身上都不听我的使唤了 我全身在那里 战战兢兢的发抖 Why do the wicked live on? 为什么 The wicked 这些恶人 他们会活着呢? Rowing Oh 为什么这些恶人 他们还能够 慢慢的变老 就是还能够 我们翻译写的是 想大碎 受数 就是他们都还能变老 那么这些恶人 年轻就做恶事 应该年轻就让他死掉 是吧 And increasing empower 为什么还能够增加 他们的力量呢? 还能够强盛呢? 这个我想不透啊 为什么? They see their children established around them OK 他们可以见到 他们因为活得年纪大了 都可以见到 他们的儿孙 他们的孩子呢 就在他们的周遭 就建立起来 establish 就一直 慢慢的茁壮 建立起来 their offspring before their eyes offspring 是他们的后代 他们的子孙 他们的孩子呢 也就是在他们的眼前 都可以在他们眼前 照理说 这些恶人 他们应该得到 很坏的下场 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下场呢? Their homes are saved and free from fear 这些恶人 居然他们的家 是很安全的 saved and free from free from 就是不受到什么 不受到那些 惧怕 那些恐惧 那些惧怕 虽然他们都 不用受这些惊怕 恐惧 the rod of God the rod of God 是指神的杖 这个杖 就像牧羊人的 那个杖一样的道理 赶羊的时候 那个杖 the rod of God is not upon them 神的杖 就不 没有夹在他们身上 upon是在一个什么 上面 没有夹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 the rod of God 是神的这些 比如说 惩罚 神对他们的 这些管教 怎么都没有 夹在他们身上 their bulls never fail 他们的公牛 fail to breed fail to breed fail to是 没有办法 做到后面的事情 做不到后面的事情 后面这个 breed呢 是育种 培育 比如说我们的breed 就是说这个东西 大牛生小牛 小牛生小小牛 这个就叫做养育 培育出来 生育出来 他们的牛 也没有说不生育 their cows calf and do not miscary their cows calf 他们的这个 cows呢 是是他们的 这个母牛 母牛呢 生小牛 母牛会生小牛 而且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很正常 这些恶人 怎么都没有 看见什么坏事 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个calf呢 指的是说 这些牛肚 牛肚 在这里 注意这个地方 their cows ok 是指的是他们的 这个calfs calfs指的是他们 这是一个动词 都只是一个动词 他的母牛啊 生小牛呢 而且呢 可以生小牛 而且也没有miscary miscary是 就是怀孕流产 ok 怀孕流产 所以 他的这个 母牛啊 就是生小牛 然后也没有说 流产 这件事情 怎么回事呢 calf ok they send forth their children 他们打发 他们的孩子出去 打发孩子出去的时候 就像什么 as a flog 就像羊群一样 他们的孩子 有那么多 那么多 flog their little ones dance about 他们的这些 小孩子啊 小孩叫 little ones dance about 蹦蹦跳跳的 出去了 ok they sing to the music of tambourine tambourine是那种 手鼓 一种乐器 叫tambourine and harp 是一种琴 他们的 这些儿女们 这些小孩啊 就唱着歌 顺着这个音乐 什么呢 这个手鼓 还有琴的音乐呢 就在那里唱歌 歌唱 they make merry to the sound of the flu ok 所以呢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在这个一路上 这些小孩 蹦蹦跳跳 跳舞 然后呢 make merry ok 注意这个mary make merry to 指的是说 他们尽情的欢乐 尽情的欢乐 配合这个 flu flu是凡是 长的这种乐器 管乐器 像笛子 销 长笛 这一类 都可以叫flu ok 所以呢 他们呢 就是配合着这个 笛子的 或者是销的 这个声音 这些乐器的声音 在那尽情的欢乐 make merry to they spend their years in prosperity 他们的岁月 他们度过的岁月 都是in prosperity 也就是 非常的兴旺 新生 非常的兴盛 非常有福气的这样子 他们的岁月 都是过得哼通的不得了 没有什么倒霉事情的 and go down to the grave in peace 然后这些恶人呢 他们的子孙 后来也都下到 这个阴间 grave 就是他们死掉了以后 也是in peace 也是在平静之中 平安之中 下到这些坟墓里面去 那他们都过得很好啊 可怎么会是恶人呢 奇怪 十四节 yeah they said to God 然而呢 他们是这样跟神说话的 他们说 leave us alone 你就离开我们吧 让我们独处 你不要跟我们在一起了 we have no desire to know your ways 但是他们跟神说 哎呀 你就离开我们吧 我们呢 是一点都不想 no desire 我们没有任何的欲望 我们根本就不想知道 your ways your ways 是指你的道 他们跟神讲说 我们都不想知道你的道 你就离开吧 who is the whole almighty the almighty the almighty 指的是那些全能者 谁是全能者 that we should serve him 我们 我们是 难道我们应该 侍奉他吗 谁是那个 我们该侍奉他的 全能者 不知道啊 what would we gain by praying to him 我们如果向他 祷告求告的话 我们会得到什么 好处吗 gain 是得到什么好处 是那么结 but their prosperity is not in their own hands 但是他们的这种 福气 他们的这种 这种亨通 这种兴旺呢 其实不是在乎他们 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面 掌握着 好 i stand aloof from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ok 这个地方有一个aloof ok i stand aloof ok 所以stand的指的是 我站在那里 但是我站的方式呢 stand aloof aloof是保持个距离 相当一段远的距离 stand aloof就是我在那里 冷眼旁观 ok from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 我是离这个恶人的计谋 consel ok 离他们的这个计谋呢 我是保持相当的距离 我冷眼旁观他们 好 不跟他们走近的 十七节 yeah how often is the lamb of the wicked snuff off ok how often 什么时候 是多久啊 how often 是多长 ok 是多久的时间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 灯 恶人的灯 ok 恶人的灯 恶人的灯 就会被怎么样 snuff out snuff out ok 所以要多长的时间 这个恶人的灯 就会被熄灭了呢 how often does calamity comes and pound them 那么我们都会这样想 恶有恶报是吧 那要多久的时间 这些灾祸 这些灾祸患难 才会临到他们身上呢 the faith got a loss in his anger 指的就是这种命运 他们的这种命运 是神定给他们的 神在他的怒气之中的时候 神发怒的时候 在他的怒气之中 定给这些恶人的这些命运 是什么时候才会让这些灾难 临到他们头上呢 照理说恶人是要有恶报的 是吧 how often are they like straw before the wind how often 要多么 多么久 ok 多长的时间 how often 是有多长 多少次呢 是很常发生吗 还是不常发生吗 有多少次呢 他们会在 就像在风前面的这些 这个straw 稻草一样 或者是麦杆 我们叫麦杆子 打掉碎以后的那个麦的麦杆子 他们会像那些麦杆一样呢 就在风前面 like chef swept away by a girl ok 他们会被 他们就像什么 就像这个 这个chef chef away chef swept away chef我们上次讲过 他是这个 这个 糠皮一样 比如说 我们要打 骨子 骨子 或打麦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上面的这些 糠皮啊 什么东西啊 把它给打掉 是吧 那个就是一个 一个chef ok chef swept away 就像这个 康皮被这个 被这个 被这个暴风 给他扫掉 swept away 是整个给扫掉过去 ok 这个 就像他们 有多长的时间 会让他们在风前面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推想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 比如说在风前面像个麦杆 麦杆一样被吹走 被横扫走 被这个 就像这个康皮 也是被暴风 这样吹走 什么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下场 这样的待遇 It is said ok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God stores up a man's punishment for his sons 很多时候啊 上帝呢 是把什么东西给积累起来 把一个人的这些惩罚呢 都积累起来 反而到在他这一代没有惩罚 他都留给他的儿子们了 Let him repay the man himself ok 然后呢 让他呢 就repay the man himself 让这个 让他亲自 把这样的这些 惩罚也好 什么东西 就直接交付给 这个人吧 就给这个 照理说 如果这个爸爸犯罪 就让这个爸爸 让他 让他去 让他自己能够承担这个恶果吧 不要留给他后代啊 是不是 so that he will know it 因为爸爸如果犯错犯罪了 他的惩罚就应该在他这一代产生 这样这个犯罪的爸爸 他就知道 ok 他就应该知道他所胜的惩罚 就不至于说把这个都留给他的后代 我们很多时候说 上帝是会惩罚人的 是没有错 但是上帝有的时候 都把人的这个惩罚都保留起来了 让他的儿子们来承担了 好 二十节我们看 Let his own eyes see his destruction Destruction是他的衰败 他的灭亡 他的败亡 就这个人做了坏事 就应该让他自己的眼睛 亲眼见到 自己的衰败 自己的灭亡 Let him drink of the wrath of the almighty 让他喝下 亲自喝下 这个做坏事的人 这个恶人 让他亲自喝下 这个全能者的怒气 Wrest是那个怒气 上帝的愤怒 我们常常都是用 Wrest这个字的 ok For what does he care about the family ok 所以他所在意的 他所照顾的他的家庭 He leaves behind ok 他所照顾的这个家庭 他所在意的这个家庭 其实都被丢到脑后去了 He leaves behind When he allotted months came Come to an end When his allotted months Allotted months 指的就是说 他本分 ok 他的 他的本分 所分配到 指的是 上帝给他分配到的 这个年月 这些岁月 month 他所被分配到的 定好名分的 这些岁月 他在世上 所有的这些名分 这些所给的时间 上帝给他的时间 叫做 His allotted months Come to an end 上帝给他的时间 这些岁月 已经到尽头的时候 ok 他还去顾忌 他还会顾虑那些 他的家庭 他丢在脑后了 他都丢在脑后了 是吧 Can anyone teach knowledge to God ok 谁能够把知识 交给耶和华神 since his he judges even the highest 因为既然他 神所做的事情 是他甚至要审判 那最高位的 the highest 在这个 最高位置上的人 像我们的国王 日本天皇 可能像英国女王 像这些the highest 这些高位置的人 其实都要受 耶和华神的审判的 那还有谁 前面的有像 导庄句 那还有什么人 可以再把知识 交给耶和华上帝呢 他是至高至高的了 是吧 One man dies in full anger 有一个人他死了 可是他是带着什么样 Full anger 完完满满的活力 精力充沛的这么一个人 他不是说气血衰退了 而老而死掉 他是天身强体重的时候 他死掉了 Completely secure and at ease 他死的时候是完全怎么样 很平安 完全很平安 没有任何危险 at ease 而且是很安逸的 很容易的 很轻松的就这样死掉 他死的时候 his body well nourished 他的身体呢 是有得到完全充足的这些养分 完全被充足的喂养了 his bone reached with marrow 他的骨头啊 骨头充满非常 rich with 非常的丰富 他的骨头好得不得了 营养的不得了 里面都是充满了mera mera就是我们的骨髓 骨头里面的那些带有脂肪的部分 有血液的部分 我们叫mera 就是我们的骨髓 我们要骨髓捐账 就是要用这个字 mera OK another million dies 好 这是讲的是一个人 举例 他现在在举例 有一个人 他死的时候呢 他是 他是身强体壮的死的 in full vigor 他死的时候 很安全啊 然后也很安逸啊 然后也很 很轻松的 他的身体啊 因为年轻嘛 充满了活力 精力 所以他的身体里面 都满满的都是 被喂养的这种 很多的营养 骨头都是充 充满了这些骨髓的 但另外一个人呢 dies in bitterness of soul 另外一个人 他是在灵魂里面 充满了苦楚 OK 充满了痛苦而死的 never have having enjoyed anything good 这个人一生 从来都没有想过 任何美好的事物 美善的事物 从来没有享受过 就是我们中国人 讲的从来没过过 什么好日子的 side by side side by side 是并列的 并排的 所以他在左边 他就在右边 他俩并排的 they lied in the dust 他们并排的 躺在尘土里面 and worms cover them both 而虫子呢 人的只要死掉血肉之躯 虫子一定就 爬满了他们全身 就等于遮盖了 他们的身体一样 两个都被虫子爬满了 I know full will what you are thinking 我知道 full will 就是说 我知道的非常 我非常明白 非常了解 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正在想什么 the schemes by which you would wrong me 就是那些 你们那些计谋 你们想要用来 让我得到委屈 让我要冤枉我的那些 寂寞 我知道你们现在 就在想那些 you say 你们会这样说 where now is the great man's house 那个很伟大的那个人 他的房子在哪里啊 the tents where wicked men live 那么那个帐篷 帐篷 那些帐篷 恶人住过的 恶人曾经住过的帐篷 又在哪里啊 29节 Have you never questioned those who travel 难道你们就从来 没有去提过问题 问谁呢 问那些路过的人 travel是经过这个现场 经过这个地方呢 你们从来都没有 去问他们吗 Have you paid no regard to their accounts ok 难道你们从来都没有 pay regard no regard 也就是说 你们从来都没有 理会 ok 都从没有 从来没有不予理会的意思 pay no regard ok to their accounts ok 因着他们的缘故 ok 你们因为他们 他们这些细节 他们到底人生是怎么回事 两个并排的躺在那里 一个是气血很衰竭的 一个是把身强体壮的 他们两个人的这些故事 人生的细节 你们从来都没有理会过他们吗 你们都没有问过旁边路过的这些人吗 that the evil man is spared from the day of calamity 也就是说这个恶人 is spared from is spared from 是指说他被保存下来他的生命 免于什么东西 他免于啊 免于那些祸害 那些灾害的那些日子 这个恶人反而到被保住性命了 那些灾祸来的日子 他被保住性命了 that he is delivered from the day of wrath 而这个人呢 这个恶人呢 他反而被拯救了 is delivered from ok 被什么里面 从什么里面拯救出来呢 从这些怒气 神发怒的这些怒气的日子里面 得以逃脱 被拯救出来呢 who denounces ok who denounces his conduct to his face ok 所以有关这个人的一生 这个人的一生 那么谁可以把他的行为 ok his conduct to his face 就是把他的行为 当着他的面 ok 来谴责他 因为他是个恶人 对吧 denounces 就是去谴责他 谁可以当着这个恶人的面 正式的面对他 当着他的面 来谴责他在世的这些行为呢 who repays him for what he has down ok repays him 就是给他报应 ok 有谁可以让他得到这个报应 也就是有关于他所做的事情 因为他是个恶人 谁能够让他得到这个报应呢 好 32节 he is carried to the grave 他就被抬到坟地里面去了 carry to 扛着 抬着 把他抬到坟地里去 and watch is kept over his tomb and watch is kept over his tomb 而且还有人 看守他的坟墓 有人看守他的坟墓 the soil in the valley is sweet to him 人躺的地方 都是有土的啦 这个 山谷中 因为一定躺在一个平的地方 坟地都是在平的地方 这个 山谷中的这个土地啊 对这个人死 此人而言 是很甜的 很甘甜的 all men follow after him 有很多人都在他的后面 追随他 okay all men follow after him and a countless throne goes before him 而在他怎么样 countless 是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 是无可 无以数计的 okay 很多很多的树木 就是多到你都没有办法算计的 okay 没有办法算计的 所以呢 不可身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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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ne accountless throne 指的就是 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人潮 很多很多人群或人潮 我们叫做 accountless throne okay goes before him 在他之前 有很多人不可计数 在他的后面 也是有很多的人 okay 好 我们今天读到21章33节 我们停在这里 做一个